在网上看到所谓的无耻渣男或者是世纪片子之类的贴文时 千万别随便的转发 霹雳就有一名华语青年投诉 自己在社交媒体被误传是造成少女怀孕的渣男 还把他家人的照片公诸于世 结果全家人都收到大量恶意攻击的留言 让他们备受压力 男子更是失眠了整整两天 我又是个社交媒体 我希望书恩资他出来的交代 我儿子本身都很少 搞电话和写的一些东西 好像书恩资这些 他本身都没有那么了解 去写到那么了解的东西 我都是希望大家都会好似港帮手 换出这个人来对证 为我制一个公道 大约一个星期前 名为Song Angel的脸书用户 开始发布内容 自从女儿被骗 还公开聊天记录 图文并茂 要民众小心来自布仙青春的男士主 不过男士主今天在 马华霹雳州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 刘国南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喊冤 说信息对话和语音都不是他的 自己十字不多 也很少透过文字和外人交流 事情传开之后 自己到父母的茶餐室来帮忙 都会被客人指指点点 不只面对异样的眼光 也担心被人找麻烦 而不敢出门 事主已经报警处理 也希望对方可以当面对峙 受伤者会谈过 这段时间内在这段时间 comun zou请客人赞 《非诱勿者》 《非诱勿者》 参加续 《非诱勿者》 写 倒下